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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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见我一面吗 求你了 咱们在威斯特屋的见 就在布洛克顿的街角那儿 好不好 好的 谢谢你 再见 嗨 查瑞 还在搬吗 是啊 可不是嘛 见鬼 要帮忙吗 头 不用了 我干得挺好 知道吗 我看你应该从警校那边调几个学员来帮你吧 你说是不是 你说他该不该从警校那边调几个学员来帮忙 完全正确 要是有人看见头从洛克中心自己搬运这些盒子 会怎么想呢 我来回答你吧 他们会认为查理的万连节不用别人干自己的私活 懂吗 我真不懂咱们干嘛非要搬到这儿来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爱我那老地方 起码我知道我的电话在哪儿 因为警官都愿意在洛克中心那儿干活那儿行动方便 再说就两个局长都在上面 是这样吗 局长今天已经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了 大万 是局长吧 这儿棒极了 装饰的也非常讲究 请动 这儿棒极了 这儿棒极了 加州人 驾照上登记的名字是Michael Brown 是在225082大街 那是黑社会的地盘 他在那干什么 是啊 他还持有威斯特沃德大学的学生证 天哪 不行 你不能进去 让我进去 求你们让我进去 他是我弟弟 Michael 不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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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Michael 不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难过 克迪斯 你要想办法帮助我们 我会的 Michael 打电话说马上要见我 听上去 事情严重 他没说是什么事 没有 只是要我尽快赶到这儿 嗨 戴尔 怎么样 亨坦 很高兴见到你 听说这案子你来办了 你能来太好了 是啊 死者是Michael Brown 这你知道 这么说你认识他 对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是毒邪帮的成员之一了 Michael不再是毒邪帮的人了 Cody 是Michael的哥哥 这位是戴尔 我知道他是谁 对付帮火的快箱手 但他对Michael有成见 有凶手的消息吗 有 三个黑人男子大约二十来岁 都系着橘黄头巾 开着一辆灰色的欧斯莫贝尔车子 案发只是一瞬间 没有记住车号 那是第二十节的标志 是Michael来派的死队 我跟你说过了 Michael已经不再是毒邪帮的人了 他一进威斯特屋的大学就退出来了 别激动口的心 我不希望这个人来办Michael的事 他的本意并不是这样 本意 Hunter 这可不能有个人的东西 我看 我还是去找Michael大学的同学们聊聊吧 太棒了 在你把这个拿来之前 我看我们应该再从头来一次 布莱恩兰德吗 是我 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Michael警官 我想和你谈谈 谋杀吗 那好 我看我们明天还在老地方见 好的 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 你的童同学Michael 我不明白 什么事 今天下午发生了驾车枪杀案 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Michael被杀了 什么 我们认为这是帮派的谋杀 帮派 Michael在被杀之前早就从那个帮派里退出来了 他哥哥知道吗 知道 可怜的可递死 你是怎么知道Michael个人生活的呢 哦 是这样 我们很要好 我们参加过一次聚会 是双重约会行事的 在Michael妈妈家吃的晚饭就是这样 那么你是否知道他是不是还与过去帮派的什么人保持来往 不 没有 Michael早就不想过那种生活了 这 这太可怕了 是很可怕 Michael 从帮派居住区逃了出来 从帮派居住区逃了出来 在大学没有奖学金 只能靠他聪明的头脑 没想到只赌了一半 他就被杀了 来 Michael警官 这是我的女朋友艾瑞克 你听广播了吗 你听广播了吗 Michael死了 哦 我知道可递死是什么样的感情 可他错了 这些孩子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帮派 你已经很久没在街上干活 亨太尔 你在这地区与非法王派周旋了八年了 你自己也看见了是吧 一年到头我们才能赚四万块钱 而这帮孩子在毒品教育中一年能赚一百万 戴尔 你要想提升我可不是谈话对象 我不过想要一些安慰罢了 我知道 假如我能劝阻一个孩子就一个 告诉他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生活 而他接受我的建议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Michael不让也许就是这么个孩子 亨太尔 你好 我在联系会上让局长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 我知道局长不希望在威斯特沃特发生驾车枪杀案 他在哪都不愿看到 市长很关注这案子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是 我有照片了 可是我们需要结果你有吗 好吧 凶手驾驶的车辆是从威斯特沃特偷的 我们昨天夜里在第二十节一代发现的 没留手印老手干的 Michael怎么样 找到线索了吗 学校里和他谈话的每个孩子凡是认识Michael Brown的 都知道他已经发誓彻底与帮派断去来往了 简直不可能 一帮人为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开车杀了他 你们拿出点东西来吧 你是不是又长分量了 不 先生 是肌肉 看起来还可以 全是肌肉 得了吧 还是去挣咱们那四万块钱 我说 喂 爸 出了什么事了 瑞德 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的人干掉了独仙帮子 Michael Brown 你是说Michael Brown 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把那该子的破盒子关掉 but you must believe and you must beware but you have come back I'm a real nightmare Better lock your window better shut your door cause you won't believe 这个白小子到底是谁啊 这个白小子要扭断你的脖子 都站着别动 推回去 推回去 你真是疯了 是的 知道为什么疯吗 谁杀了Michael Brown 这不是我们干的 那是谁干的 我不知道 你听着 你们是这一代的恶棍 好好想想老实告诉我 否则你们将看到一张非常可怕的脸 听明白了没有 我明白了先生 明白了 快开门 他在这儿吗 你怎么了 Michael是我们的人 可他装作不是我们的人 最后一次他还代表进咱们的组织 Michael是我的朋友 他是我们的人 那孩子什么也不是 你这混蛋 他挡住了我们生意上的路 谁也不能 我是说任何人也不能坏了生意上的事 你明白吗 你没必要杀他 我只是要让大家明白 我们这行已经有很大的风险 不需要任何人和我们搞这套把戏 Michael就不懂规矩 你明白吗 Idi说你明白了 Idi说你明白了 说呀 明白 谁 Idi 兄弟们 我是布莱恩兰兰 我们明天还行动吗 一切不变 带他出去叫吉安扎队 进来吧 吉安扎队 让你久等了 请坐吧 不要紧 随便点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谈话 你说你不认识麦克尔布朗 也不知道任何关于剑号的事 你说让我去见鬼 是这样的吧 你说得真不错 一个好孩子死了 米切尔 这并不可笑 你认为这好笑 我妈妈是唯一个叫我米切尔的人 你妈还为你骄傲得不得了 你会让我妈感到失望的 我们还是谈谈麦克尔布朗的妈妈 她也为她的儿子 能够上威斯特乌的大学感到骄傲 可是有些人带着见号的颜色 还得看着有线索了 那些带有帮派标志的人跟她过不去 他们开车到了威斯特乌的 并且枪杀了她 你对这些怎么个想法 听着 我跟你说过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麦克尔布朗 好了吗 现在你无权把我留在这 我懂这儿的规矩 你懂这儿的规矩 让我看看你懂多少 那么你一定也知道 那么你一定也知道 对米奇尔 詹姆斯扎德威的拘捕令吧 那就是你 非法拥有控制物资 你没有二十出庭 为了让你感觉好一点 你哪儿都不能去 你哪儿都不能去 这些人已经不好往了 是啊 知道吧 麦克尔 穆山麦克尔布朗的人 想把我们引到帮派的矛盾上 可是我对这些并不这么想 有什么具体想法 还没有 可是我能向你保证 就这个孩子的事 我们能找到一种办法 你和可迪斯谈过了吗 我们打过电话 可是没得到他的一点消息 我可不希望他也和警察耍什么把戏 我带上警笛去找找他 好啊 歇会儿行吗 就一会儿 伊蒂 好吧 是为麦克尔难过吗 麦克尔是很喜欢你的 伊蒂 他说起你总是赞不绝口 我也喜欢麦克尔 这里很多人都是 不是每个人 这周围就有人杀了他 这我还不敢肯定 我能肯定 你别忘了 我也是这一代的人 你想怎么样 可迪斯 我要知道是谁杀了麦克尔 我要你告诉我 我什么也不知道 有些人真他妈的是骗子 可你不是 过来告诉我你都知道什么 这是谁啊 你问了这么些问题 布朗先生 还在给警察当密探吗 麦克尔说过你是个坏透了的家伙 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只能这样活着 就没有再好一点的办法了吗 我们到这来是为了放松一下 不是来和你吵架的 所以你还是带着你的那些问题赶快离开这吧 不狼献 谁杀了我弟弟 把他捆起来 把他捆起来 我要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放手 别把你的手放在这儿 你已经犯规矩了 我要你回答 混蛋 不 报警 你不能这样自己乱吵去寻找线索 想谈它吗 我认为 假如我把麦克尔弄出那黑窝 送进大学 他的世界就会不同 我不想让他犯我曾经在生活中犯过的那些错误 是啊 可迪斯 你也不必 为了往事而感到什么羞耻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值得夸耀的 我知道一旦麦克尔有了知识以后 他一定会比我强 就是这样 但是有些人也有文化 可是并不比任何普通人强多少 但他总可以多开一扇门 是不是 这是我明白 麦克尔在学校交的是一些正派的朋友 就像布莱恩兰的 他们在议论开始做一种生意 大概是 收用金的公司 这两个小伙子很可能有运气做点什么 可是麦克尔的梦想破灭了 你看 这是谁的梦想 这梦想是麦克尔的还是你的 我只是个干街头生意的 幸运的是还可以生存 我并不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 可环境不允许 我想让麦克尔得到那些 我没有的 是什么呢 我也说不出来 你不懂那是什么 是啊 我愚弄了很多人 可是我他妈的不能愚弄我自己 我是个骗子 横腾 也许麦克尔是生活在我梦想中的 可这些梦想是为了他 我希望他能有一个机会 可以自己去选择他的生活 那样他就不用像我这样了 可是结果呢 还是要了他的命 简直是疯了 杀掉一个人 这不是这交易的一部分 别担心 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别担心 你认为这是什么 是声音上的程序吗 如果轮逃我 那么我的脖子也就在绳子套里了 这事一开始你的脖子就在绳子套里 你的公司快完了 当麦克尔把艾斯曼介绍给我 我就只得加我试快材料 他比麦克尔有用 因为他懂得怎么算计 对吗 我真不该卷入这件事 是啊 当初要不是我这么干的话 你的公司早完蛋了 现在还不知道你在哪找工作呢 也许是这样 可这是谋杀 我们没有选择麦克尔的余地 不是他就是我们 假如我们能够保持冷静的话 那别人就不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我们将永远清白 那么你说艾斯曼怎么办 他随时都会暗算我们的 你放心吧 这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现在谈的是钱 很多很多的钱 什么事 艾斯曼先生要见面 让他进来 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正在谈论你呢 是真的吗 你认识摘的吗 是的 当然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泰勒先生 像过去一样 让我给你看点东西 这是你在海岸投资的一份报告 你可以省掉多少 多少钱 这本来多少钱 在这六个月里你赚了一百万美元 咱们再干一次 咱们再干一次 我不知道怎么对你 谢谢 谢谢你们能来 你们俩对麦可是很特别的朋友 你母亲不会有事吧 听着 过一会儿会有很多人到这来的 请你留下 这会让他感到好些的 真的会的 行吗 好的 太好了 谢谢 你不应该到这来 你听见我说的吗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不受欢迎 麦可尔的葬礼缺少这种颜色 别拿你们帮拍的那些垃圾 往美口这儿放 我说的你懂吗 他不是你们的人 你们给我滚出去 他将永远是我们的一部分 把这东西拿出去 你把这东西拿出去 你把这个忘了 你搞错了 我们都是麦可尔的朋友 你们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 尤其是你 你曾经是 但你再也不是了 你们现在要是有人朝我开枪 我一点都不会吃惊的 你这话可就见外了 好了 你放开他 行了 就这样吧 你或是你的那伙人 如果再来骚扰Codis他们家 我会来找你们算账的 听明白了没有 离开这儿 那地方比这儿好 咱们走吧 伙计们 都离开 局长都快把我给逼疯了 可是我没什么好消息告诉他 大约我能给你一点好消息 这是一个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我得到了一份 全部与麦可宿舍通过电话的名单 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是Ary Tyler 人们叫他Iseman 这可能是对的 麦可可能还是帮活里的人 这我还不知道 对不起 亨特 谋杀组 我想跟你谈谈麦可布朗的事 好啊 你是谁 这并不重要 你听着 我 我 喂 喂 给谁打电话 我正要去打电话 就看见尸体在那儿 然后我看见一辆车很快的开走了 你看到车牌号了吗 我没戴眼镜 那辆车是棕色的 我就知道这些 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我跟你说了 我没戴眼镜 对您的帮助 我非常感谢 Dair 查到什么了 有个老朋友想要见你 你想见我 你关了我们五个人 放他们出来 你想让我怎么做呢 你们知道 那个Iseman Tyler 又有了三个新朋友 我看见他们开车在城里转悠 我们是跟着还是怎么着 你应该干得再好点 他的新朋友是个白人 开着一辆宝马车 车后装有康斯的乌德大学的字 这样行了吧警官 如果查出来 我再考虑怎么办 我的电话 我们去了布莱尔在威斯特伍德大学的宿舍 但他们说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儿了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这儿真是漂亮极了 你在这儿住多久了 差不多六个月了 布莱尔只在宿舍做一些辅导 你怎么负担得起上学的费用和像这种地方的开销呢 是这样的 布莱尔还为扎德大学的乌德大学做投资工作 你知道他在各方面都蛮能干的 他自己的财政收入方面也相当不错 他在挣钱方面可有窍门了 还记得吗 麦克尔警官 还有亨特警官 当然 你好 曼布莱尔 你好 关于麦克尔的死 他要问你些问题 很愿意帮忙 好极了 你不介意我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谈谈吧 当然不 来 就从R和I开始 知道吗 我还真的挺忙 你们需要多长时间 你在阿里桑那州因为房地产诈骗又被捕的记录 那是个误会 人人都想拿回自己的钱对吗 你做的是什么类型的投资和那个叫莎德约克尔 商品方面的 比如说推销可开 你在说什么 你说麦克尔与他过去帮派里的朋友没有来往了 而事实上从他宿舍里拨出的一个电话 是打给那个有名的贩毒老手叫埃斯曼的 麦克尔给谁打电话 那是他的事 布莱尔 他所说的是你在麦克尔的宿舍里给埃斯曼打的电话 你们说的名字我根本没有听说过 麦克尔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想知道是谁杀的他 怎么你们怀疑我吗 没人说你就是 我不知道谁是埃斯曼真的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那好吧 我们可以让你走了 把门打开 不过不管什么原因 如果你离开这个城市的话 请打电话给我们 就是说我被监视了 我们可以马上送你进监狱的 我看这家伙可能会溜掉 我派人盯上他 好主意 你来这干嘛 我正到处找你呢 我一直非常忙 是啊 你发现什么了 有线索了吗 我会发现 你有线索了 不想告诉我是不是 不不不我会告诉你 得了吧 亨特 我得去干我的事了 好了那么让我来干吧 你在这能干什么呢 现在进电梯下楼到你的车里 回家放松一下 你得明白你的朋友正在办这 好吧我相信 相信行了吧 可是你还是得告诉我 好了我给你通电话 我的天哪 亨特 克里斯的布拉玛 是的 他怎么样 还可以 他有些失望 这你知道 是的我想到了这些 我帮个忙把这个带给菲利普斯 好 没问题你去哪 我要去看一个做投资的人 谢谢 你觉得怎么样 你喜欢哪个 羊毛的还是真丝的 你为了这些把银行都撒了吧 重要的产核穿在我身上也不错 你还剩下多少啊 好东西人永远觉得不会够的 好了 你成了爱虚荣的家伙了 你可不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陈词烂调 和白小子做生意 再让他们看看咱们不比他们差 甚至更好 对吧 也许这才成问题呢 什么意思 我看我们就不应该和那个学校里的白人小子做这笔生意 你就想谈这个 我说的话都是为了咱们那帮兄弟们着想 那些白人小子只是利用我们让他们发财 你正好说反了伙计 是我们利用他们 使我们越来越富有 但是我们承担了全部的风险 就在你去那边买新货的时候 那个叫微博的警察一直在问许多致命的问题 在问他们关于我们的事 微博 微博知道什么 他也证实不了什么 他爱问什么就问吧 他从我们这什么也得不到 他最好还是别这样 因为我不敢回去再和他们接头了 别为这个担心 不会有事的 我们的交易很快就会做成 给自己做身衣服到我的裁缝那去吧 不然在两年前就参与了我们的这个项目 当这个项目完成的时候 我就把他留下来作为一个兼职的雇员 就是这样 他的工作你是很满意的了 是的很好 他是个既聪明又能干的年轻人 事实上我打算在他毕业之后 雇佣他作为公司的新生力量 他现在是干什么的 他现在是兼职的助力研究员 他主要的工作是财务机会的分析 风险投资分类以及其他这里的事情 这会儿一定不少挣吧 要知道我秘书的工资都比他多一倍 那告诉我你是否知道布莱尔除了他工作之外 还有什么收入 我们还真没有谈过这事 这难道与你的调查有什么关系吗 这是例行公事 这是约克斯先生 这是真的 就这样 听着还有件事 布莱恩有没有曾经提到过一个叫埃尔泰勒或者埃斯曼的名字 没有 我想不起来这么个名字 没有 明白了 那么好吧 非常感谢 很好 谢谢 没什么 我 想起来 也许 欢迎到南部中央来 你的日子过得如何 有什么意外吗 我们有麻烦了 那个警察为布莱恩的事来了一趟 布莱恩不会说什么的 一旦他被怀疑到谋杀 他们就会逮捕他 他会毫不犹豫的把咱们俩都逮出去 你看好了我的钱 我去和那孩子谈谈 布莱恩先生 我想跟你说几句 我认为我和你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知道吗 我想向你表示歉意 我说过麦克尔是帮派里的人 现在调查清楚了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给你的家增添了痛苦 我很抱歉 我感谢你告诉了我实情 妈妈知道了也会高兴的 谢谢 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好吧 请指示 还有谁看见那个叫兰德的孩子 和埃斯曼泰勒在讲话 我正在调查 会向你报告的 发现了情况 立即向我报告 明白吗 明白 我会 你好 嗨 是我 嗨 行李收拾好了吗 对 把我们这么多麻烦事都带到巴哈马去吧 也许我们会多待几天的 我只需要一会儿就准备好了 已经焦火了 这儿需要支援 都别动 把枪放下 把他踢圆圆 把手放在脑袋后面 转过去 跪在地上 死之身开 死之身开 快点 天太热了 关于麦康和伊迪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是再不跟我说实话 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什么了 好 Randa给毒鞋帮投资了毒品的钱 是不是这样 那个约根塞也是一个 对吗 麦康尔 我想你把这家伙带到局里去吧 指控他涉及三起谋杀案 不是我杀了麦康和伊迪 很好 那么是谁 是 是埃斯曼干的 埃斯曼干的 真是出人意料 麦康尔 你去抓约根森 埃斯曼我来对付 非常感谢 警察 冲进去 把枪扔掉 我说过扔掉枪 威廉 请讲话 是我 亨特 姜森已经被逮捕 意外的是 跟踪的人没有找到Randa的尸体 拿上包 快走 布莱恩 那些行李呢 你杀了Michael 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你 干什么 你疯了吗 你从哪儿听来的 从我这儿 我认为你是这个地球上最后一个能够出卖Michael的人 你怎么了 疯了吗 我爱Michael 是你害的他被杀 得了 别这样 可弟子 别这样 我是布莱恩 把枪放下好 你想谈谈的好吧 可我要杀了你 现在你先把实话都说出来 可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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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钱 全归你 不不不不 你这个可买不回来你的小命 你把Michael买回来吗 你能吗 想把事情捅出去 是啊 是对 把他拒绝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把他杀了 他不值得你这么做 是他杀死了我的弟弟 我要为Michael报仇 Michael不希望你这么做 这你知道 你说过你要给Michael他从未有过的东西 现在正好可以实现了 为了Michael 为了Michael做一次 这个啊 我只是一个长大 我只是用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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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ؤ罗 你又不是用不来 我只是用不来 对对对就这样好极了这样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